字季時代 因為這邊有大門灣雪上的機場 就是以前的日本神風客風隊的基地之一 這三根字季時代留下來的 錢用柱子來代表 現在可能用石碑捐了多少錢 你看我們的毛室都這麼大顆粒 對這個毛室 那毛室有分公母 我們跟我們的公母行個禮 好 再一公 好 三十一公 第二我們西藏國小 校屋昌隆 我們的家長小朋友都切平安 我今天要記賞的是海濱國小的空字池 海濱國小的空字池前身是東港神社 東港神社在民國二十四年創立的 海濱國小則在民國五十一年創立 空子池在九月二十八的時候都會舉辦祭孔典禮 祭孔典禮都會由三十六位學生來跳六一五給空子看 下面有雲 我們就是代表是創意小成像 我們的船上面有和車牌一樣的意思的船牌 第一T3以下的船型是拿來進行近海捕 然後CT3以上的是原梁 東港我們有三堡 第一個是黑鮪魚 第二個是櫻花蝦 第三個是魷魚子 第二個是海鯊 它這個鑽木板比較軟 如果它太大力就斷掉了 ежду這一個是海鸟 再建成海鮮 第二個就是海鮮 河 老公已經開始宣老公感你暖了 雷射雕刻版船組裝第一名 新上到海兵洞穴 幸福相約 讓我們小朋友親自去動手去操作這個船的組裝 讓我們了解我們台灣這個島國的海洋意向的一些文化 海濱國小是一個很有特色很有文化的一個學校 我們新上國小會常常跟海濱國小做一些交流 發現海濱國小真的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學校 不但強調了我手上的海洋教育 而且還把廟宇文化在地的文化結合在校本的教育課程裡面 是一個非常地落實本土化教育的一個學校 我是新上人 Yeah 超主大大新娘請來 我講到我小間的 很修了減兵的 大概70間 你不顧慮整個家裏都會污染 我們正來講都是海洋文化的特色 因為海洋元素用得很多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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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